也说白人黄人塔利班 润桃园 塔利班抓了韩国人质要求兑换塔利班战俘 美国人不干 而美国用塔利班战俘换回了意大利人质 这件事使得韩国人在内的黄种人愤愤不平 塔利班也属于白种人 白人觉得用黄种人换白种人不合算 所以美国说下大天来也不干 兑换人质意大利利人可以 韩国人不行 其实这件事从长远看对黄种人有好处 为了搞明白这个道理 俺先给你讲讲俺们老家的故事 看过电影小兵张嘎的都知道 我们河北有个白洋店 这个白洋店最能藏土匪了 你想想入尾档里 郭建光那帮是伤病员都能躲过刁德衣的搜索 土匪就更容易混了 土匪靠什么生存 绑票 白洋店附近有大城文安霸州三个县 其中大城县最穷 每种的男人靠捏泥人换点吃的 有种的男人吃辣一刀 志工当太监去了 所以朝廷里的太监以大成人为主 李连英就是其中之一 绑匪分文武两拨 吴匪走在路边的庄家地里 看到过路人就绑起来 然后问出被绑者的姓名 住址家庭出身政治面目 然后就该文匪出场了 文匪到了被绑者的家里 说老大你们家有位叫王富贵的吧 王家人一听 说是啊 事中三天了 您知道他的下落 文匪说 哎 真不幸 我也是刚刚十里逃生 跟你家王富贵一起给绑匪绑了 我家出了一百两银子 王富贵的哥哥一听 立刻找到长老 就是王家德高望重的掌门人 长老明白了 文匪谈判来了 算计算计 如果能到县押报案摆平这事 也得一百两银子 县太爷既是出兵 也未必能把王富贵给救回来 便决定王家二十五户 每家出四两银子 经文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就把王富贵给弄回来了 别担心绑匪失票 因为绑匪一旦失信失票 以后就只能饿死了 人家出了银子 你还把人杀了 以后一两银子也没人出呀 反正出钱也是死 这个道理绑匪明白得很 这白洋店的绑匪 要是碰到大厂人 可就麻烦了 文匪到人家 一说要一百两银子 人家说 你老开什么玩笑 苦命人早死早转世 一条人命 也就是一车泥洼洼的价钱 文匪一问得知 一车泥洼洼 也不过就是半筐萝卜钱 绑匪从此再也不绑大成人了 绑人哪如到装在地里 偷半筐萝卜容易 回过头来说 韩国人质 塔利班最后明白了 绑黄种人没用 换不回塔利班战俘 半筐萝卜钱 要绑就绑白人 所以美国不同意 用塔利班战俘 换回韩国人质 从长远看 对黄种人没坏处 以后黄种人在塔利班面前 大摇大摆的走 也别担心被绑架了 要想彻底消灭种族歧视 还要时日 但总体上讲 在老天爷那里是公平的 有וקiate 成立的 休息 进 count 想 encont你在买 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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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